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任何的carat传输的时候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是把那个code 就是femware的code把它转换成一个hex来传输 那我们说因为这些风暴可能会遗失啦 因为femware的传输我们把它定为最低的priority 因为它是在有空档的时候来进行这个认体的更新跟传输 然后风暴本身也可能因为collegion或者其他的干扰造成这个风暴的lose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叫go back n 的机制来让node本身可以回报 说它需要重送哪些风暴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例子来说明 然后node用go back n 的机制来回报说 那我希望重送从哪一个风暴开始 我们叫go back n 嘛 从这个index 从这个sequest number n 开始重送 那代表之前的我都收到了 那中间掉了 那没关系 反正就从n 开始重送 我们叫go back n 那gateway就会从这个n 开始再重送 所以整个机制来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几个例子 就这个gateway 这个是node 那送风包12 13 14 15 就gateway一次送嘛 好 可是对node来讲它收到12 然后13 14 15都掉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pocket loss 所以对node来讲它收到12 可是下一次收到的时候已经是16 就index sequence number 16 所以对node来讲 它就觉得说13它就没收到嘛 所以它就回送一个叫做go back n to 就是13 n就等于13 那这个就送给这个gateway 知道我们这也是上传 那对laura来讲上传 这个都是要竞争的嘛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pocket 13就在重送 1314 go back n 就是从n开始重送 所以这边就13没有收到 所以node说它需要13 所以gateway就是13 14 15再重送 这是一个node如果掉封包的话 就会要求重送 我们特别注意这些重送的 可能对其他node来讲就是重复的 因为其他node如果没有掉包的话 那这些都是再收一次了嘛 那这个就封包就直接丢弃了 好 那再来我们看说 当这个node的gateway本身可能会有一些watchdog的trigger的timer 对有一些常常会有一些watchdog的timer来启动 或者有一些power的disruption就是没有电了 或者电力故障或者重启了 所以这个node本身有时候就会reset的 那reset的一个设备的reset 常常就会失去某些重要的变数 如果这个变数是存在memory 我们知道reset很多memory在ran里面的资料就不见了嘛 所以这些参数可能就不见了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会侦测说 现在node有reset 有重新开机重启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code就会要求说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任体的更新 我会记录说我现在正在做任体的更新 所以我即使node重启 很多参数不见的没有关系 那我还是会去要求 主动会去跟node 说去找get away 说那我还是要问有哪些参数我要知道 比如说我的这个分位的size 那我现在送到多少了 那这样的话 没有完成的任体 就可以继续地把它传输 然后继续地完成 所以变成说我们也有这样的机制 可以让一个node即使重启 那还可以继续地完成这个任体更新的工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到封包12 然后我这个地方reset了 因为刚刚讲可能是watchdog tomer的关系 或者系统的关系 Anyway就是node就是重启 就reset 那reset完回来之后就收到pocket 13 对这个node来讲可能就有点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收到pocket 13 那可能有一些参数也已经掉了 已经因为reset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去要求说 我需要size 比如说这个整个任体的size 还有total的pocket number 总共的封包的数量是多少 因为这个是事先本来get away 就会通知每一个node 然后get away就再补 等于说再补了 size跟number 这边回复ok 我收到size跟number 我知道 我总共有多少size 总共有多少number 然后再来就继续再收 就再收这个14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一开始也搞不清楚 这个是3 让这个node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并没有去处理这个13 所以当他收到14的时候 他就会说 那我要从13开始 然后13再开始 因为12在之前已经收了 那12这个收了之后是存在 一个sys 就是那个node的一个 算是不会 不是放在那个ram 而是放在 也是一个firmware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是可以保存 所以这个地方收到14 那他就会要求他从13 再重传 所以这边再重传13 所以这个可以透过这个disruption torrent的retransmission 好 那最后就是说 当这个 如果有好几个node 同时都掉一个相同的封包 就是一个封包 如果有两个node 同时都没有收到 这个封包 可能各种原因 那如果有两个node 或者多个node 没有收到 同样的一个封包 那这些node都会要求重送 都会用go back end 都会用go back end 来要求重送 那这样会让这个getaway 本身可能会重送很多次 因为一下子这个go back end 另外一个又晚一点 又go back end 他们的要求也不见得会 也不会同时到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 无线通讯的环境嘛 而且大家会用 listen before talk的机制 来做类似 来竞争 那个go back end go back end 如果有多个node想要送 它本身也会竞争 所以做法就是getaway 用一个buffer 就是它最近曾经送出去 重送的 都把它buffer起来 那如果说我已经重送 然后没多久 又收到一个go back end 那我可能这个就不再送了 那因为如果对方没有收到 他还会再go back end 再回来 但是我们用一个buffer 先把最近传输的封包把它存起来 那就不用 那就避免说一直在重送 我们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getaway送的封包1 大家这两个node都成功收到 没问题 那再来getaway送pocket2 这两个都是lose 这两个lose 这两个lose 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就封包掉了 一直到getaway送了pocket3 那两边都收到pocket3 他们才发现 刚刚收到的是pocket1 现在收到pocket3 代表pocket2就掉了 所以他们就会回送 所以他们就会回送说 我有一个go back end 就desirepocket2 就到这个getaway 那getaway就会送pocket2出去了 pocket2出去了 好 那可是刚刚这个node2 他也发现说 他的pocket2是掉的 所以他本来就会要去送 那个desirepocket2 只是他的desirepocket2 跟node1 这两个 这两个不可能同时送 因为他们都在用无线的 相同的无线频道 所以有一个先一个后 那对于这个比较后丢出去的 可是pocket2已经进来了 所以对他来讲 就是正常了 也就是说 虽然两个node都掉同一个风包 两个node都会要求重送 但这个重送只做一次 他不用每一个go back end 他就去重传 那这样的话次数会很多 所以对giveaway来讲的话 他这边重送了 可是他记下来 说他刚 他这个重送是pocket2 那下一个desirepocket2 他就不动作了 他就不动作 然后就继续往下走 那我们说 那万一这个pocket2也掉了 那他晚一点 就会再送一个desirepocket2 这个时候他再重送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go back end的机制 就是说有需要有调风包的 那node就会通知gateway 那gateway就会再重送 用go back end的机制 所以用这样的机制来传输 刚刚提到有acknowing的timeout 然后有go back end 然后有重开机之后的reset之后 再重新要求整个分位的讯息 那这些所有的机制都implement下去 那我们当然也开始要做实验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各位介绍 我们实际在做这个分位认体 这个更新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执行的效果是如何 谢谢大家